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 萨利鲁尼 28 他们离开丹尼尔家时 外面已经漆黑 没有街灯 爱玲打开手机上的电筒 他们这才找到去私人车道的路 上了车 关上门 车内安静温暖 爱玲说 费力克斯 你唱歌太好听了 她打开前照灯 开始把车开到路上 她说 好吧 对你而言是的 对你俩都是 因为你们都是从哪儿来的 奥赫里姆 是不是 说实话 我不是很清楚 那首歌在唱什么 我以为是一个男的 在跟一个女的唱 但到了和声 我觉得是女人在唱 说她的孩子 身体冰凉的 躺在她怀里 大概是那种 把好几首歌的歌词 混在一起的老歌 不管讲的是什么 都挺悲伤的 西蒙问费力克斯 除了唱歌之外 会不会乐器 费力克斯 达到会一点点 主要是弦乐器 要是情势所迫 我也能凑合弹一点吉他 我有几个朋友会一起演奏 在婚礼上表演什么的 我以前也在婚礼上表演过 但我不喜欢那种音乐 整晚就在那儿 弹西林皮翁什么的 爱丽丝说她都不知道 她居然这么有音乐才华 费力克斯说 嗯 不过这里人人都有 你只有在都柏林 才会遇到 五音不全的人 我 这么说 你别生气 她扫了爱丽丝一眼 重新把注意力放回路上 继续说 所以你打算把那房子买下来 是吗 我都不知道 后排的爱丽抬起头来 什么 她问 爱丽丝正在涂唇膏 心满意足 有点醉意 她说 我在考虑 但还没定下来 爱丽爆发出笑声 爱丽丝从座位上转过去看她 爱丽说 没什么 太好了 我替你高兴 你要搬到乡下去了 爱丽丝皱着眉 困惑地看着她 她说 爱丽 我已经住在乡下了 咱们说的是我现在住的房子 爱丽微笑着摇头 对 错 她答道 你来这里度假 然后就要留在这儿 永久度假了 为什么不呢 西蒙注视着爱丽 但爱丽仍然对着爱丽丝微笑 爱丽又说 真的很棒 你的房子特别好 那么高的天花板 天哪 爱丽丝慢慢地点着头 好吧 我还没做决定就是了 她答道 她把唇膏放回包里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说我是来度假的 她补充道 我每次去上班 你就发邮件谴责我 说我应该待在家里 爱丽再度笑起来 脸上毫无血色 她说 很抱歉 我对你的情况有误解 现在我知道了 西蒙继续注视着她 她转过来 对她露出一个明亮而虚假的微笑 仿佛在说 干嘛 费利克斯说买房之前爱丽丝应该找人好好检查检查 爱丽丝说的确 本来就还要花很多功夫 车开过了酒店 经过大厅点亮的窗户 顺着沿海公路开去 回到家中 其他人还在走廊里 爱丽便静止上楼 回到自己的房间 她打开床头灯 嘴唇苍白 呼吸清浅不均 变暗的卧室窗户 反射出她灰暗模糊的脸 她一把将窗帘拉上 挂钩在栏杆上刮擦而过 楼下传来人声 爱丽丝在说 不 不 我不用了 西蒙低声回答了什么 听不清 其他人在笑 尖锐的笑声传上楼梯 爱丽用手指 暗柔紧闭的眼皮 她听到冰箱门轻轻打开 玻璃叮当作响 她解开裙子腰带 棉麻布料穿了一天之后 起皱变软 闻起来有防晒霜 和香体高的味道 楼下响起开门声 她从肩上拽下裙子 用鼻子粗重的吸气 再通过嘴唇呼出 然后换上一条 蓝底条纹睡裙 楼下的动静轻了些 人声混杂 她坐在床侧 取下发家 楼下 三人中了一个 在走廊里边走边吹口哨 她取下一根黑色的长发家 咔哒一声 将她倾放在床头柜上 她的下巴紧绷着 后牙互相摩擦 屋外有海的声响 很低 周而复时 空气轻柔地穿过 茂盛沉重的树叶 头发放下来后 她用手指粗鲁地穿过发间 然后在床上躺下 闭上双眼 楼下响起爽脆的啪嗒声 像开酒塞的动静 她吸气浆费充满 双手紧握成拳 再松开 在被子上张开手指 两次 三次 又传来爱丽丝的声音 另外两个人在笑 男人们听了爱丽丝说的话在笑 爱琳猛地一震 站了起来 她从椅背上拉下一条 戴绵心的黄色睡袍 双臂穿入两袖 她一面下楼 一面心不在焉地将睡袍袋子 在腰间松松地系上 走廊尽头 厨房门关着 亮着灯 空气中一股甜腻的烟味 她将手放在门把手上 屋里传来爱丽丝的声音 哦 我不知道 要好几个月吧 爱琳打开门 屋内很温暖 灯光昏暗 爱丽丝坐在餐桌一头 费利克斯和西蒙靠墙坐在一起 合抽一支卷烟 他们抬头看向爱琳 一脸惊讶 近乎戒备 她穿着睡袍站在门口 她勇敢地冲他们微笑了一下 我能加入吗 她问 当然 爱丽丝答道 爱琳拉开一把椅子坐下 问 咱们在聊什么 费利克斯把卷烟顺着桌面传给她 爱丽丝在跟我们讲 她父母的事 她说 爱琳飞快地抽了口烟 呼气 点头 神情举止间强装欢笑 爱丽丝对爱琳说 你都知道了 你见过他们 爱琳说 嗯 很久以前 你继续吧 爱丽丝转向另外两人 说道 跟我妈其实没那么复杂 她和我弟好的令人窒息 而且她反正一直都不怎么喜欢我 是吗 费利克斯说 有意思 我妈在世的时候很爱我 我是她的心肝宝贝 挺悲哀的 因为我长大后变成一个混账东西 不过她非常疼我 天晓得为什么 爱丽丝说 你不是什么混账 费利克斯对西蒙说 你呢 你是你妈的宝贝儿子吗 嗯 我是独生子 西蒙答道 我妈以前的确很爱我 没错 我是说 她现在还是很爱我 她在桌面上旋转着酒杯底 又说 我和她的关系并不轻松 我觉得她有时对我感到困惑和失望 比如我的职业 我做的选择 她朋友的孩子里和我同龄的现在都是医生或律师 也有了自己的孩子 而我基本上还是议会助理 也没有女朋友 我的意思是 她感到困惑我不怪她 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的人生是怎么变成这样的 费利克斯短促地咳了一声 问 咳你的工作还挺重要的 不是吗 西蒙环顾四周 仿佛这个问题让她感到惊讶 她答道 哦 上帝 不 一点都不重要 顺带一提 我不觉得我妈执迷于地位 她肯定更想让自己的儿子当医生 但我不觉得她对我失望 是因为我不想当 费利克斯把卷烟递给她 她接过来 说 我们不怎么聊严肃的话题 你知道的 她不喜欢事情变得很严肃 她只想要大家好好相处 某种程度上 我觉得她有点怕我 这让我很难过 她抽了一小口烟 起之后补充道 每当我想起我的父母 我都感到愧疚 我不是他们想要的儿子 这不是他们的错 但也不是你的错 爱丽专注地注视着他们对话 下巴紧绷 依然似笑非笑 那你呢 爱丽 费利克斯问 你和父母处得怎么样 这个问题似乎让她意外 哦 她顿了顿 说 他们还行 我有个姐姐 是个神经病 他们都怕她 小时候她让我的日子 非常难过 但除此之外 我父母还行 你结了婚的那个姐姐 费利克斯说 对 叫洛拉 她也算不上恶毒 就是很疯狂 有时或许也有一点恶毒 她上学的时候很受欢迎 而我很挫 我是说 我连一个朋友都没有 现在回过头看 我很庆幸我没有自杀 因为我当时经常有这个念头 那是大概十四五岁的时候 我试图向我妈倾诉 但她说我没什么毛病 就是在小题大做 这时她犹豫了一下 低头盯着空无一物的桌面 然后她继续道 要不是十五岁的时候 遇到一个愿意和我做朋友的人 我可能真的就去自杀了 她救了我一命 西蒙静静地说 要真是这样的话 我很庆幸 费利克斯从座位上坐直 一脸惊讶 什么 她问 那个人是你 爱玲笑得自然了些 脸色仍然有些苍白憔悴 但很享受重述这段熟悉的故事 她说 你知道吗 我们从小就是邻居 有年夏天 西蒙大学放假回来 帮我爸在农场上干活 我不知道缘由 我以为是你父母让你来的 西蒙风趣的低声说道 不是的 当时我应该刚读完 安娜卡列尼娜 我想像列文一样 在农场上干活 你知道的 她用镰刀还是什么东西割草的时候 获得了非常深刻的心灵体验 于是开始相信上帝 我不记得具体细节了 但大致原因就是这样 爱玲笑着用双手拨弄头发 她说 你来帮帕特干活是因为你觉得这和 安娜卡列尼娜里的情节很像 我都不知道 你要是列文的话 我们就是农民了 她对其他人说 总之 我和西蒙就是这样成为朋友的 我就是她家豪宅 附近农民家的姑娘 西蒙宠溺的低声说 在我看来不是这样了 爱玲手一挥 对她的话充耳不闻 说 当然了 我们的父母彼此都认识 我妈还觉得自己比不上西蒙的妈妈 每年圣诞前夜 西蒙和她父母都会到我家来喝酒 他们来之前 我们要把整个房子从头到尾擦一遍 我们还在厕所里放砖用毛巾 你知道是什么样子 费利克斯又抽起烟来 她被靠在墙上 问 他们觉得爱丽丝怎么样 爱玲看向她 谁 我父母吗 她问 她点点头 她说 嗯 他们见过几次 他们不是很熟 爱丽丝微笑着说 他们不喜欢我 费利克斯笑了 真的吗 她问 爱玲摇着头 不是的 她说 他们不是不喜欢你 他们只是不了解你 他们从来就不喜欢我们大学时住在一起 爱丽丝继续说道 他们希望爱玲和中产家庭的乖乖女做朋友 爱玲呼了口气 发出不加掩饰的笑声 她对费利克斯说 我觉得他们认为爱丽丝的个性有点难处 而现在我成功了 他们恨我 爱丽丝说道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么觉得 爱玲说 这个吗 他们不喜欢你来医院看我 不是吗 爱玲再次摇起头来 心不在焉地拽着耳垂 那和你成功与否无关 她说 那和什么有关 爱丽丝问 费利克斯似乎忘了自己在抽烟 任由卷烟从指尖跌落 爱玲抬头看她 说 是这样的 爱丽丝从纽约搬走时 她没告诉我她要回来了 我给她发邮件 发短信 好几周没有收到她的音讯 然后我开始担心起来 害怕她出了什么事 而实际上那段时间 她就住在离我公寓五分钟路程的地方 她指着西蒙 继续说 她知道的 我是唯一一个蒙在鼓里 而且她让她不要告诉我 于是她不得不听 我跟她抱怨我没有收到爱丽丝的音讯 而其实从头到尾她都知道她就住在她妈的克兰布拉西尔街 爱丽丝用克制的语气说 很显然我当时过得并不好 爱玲点着头 继续抢颜欢笑 她说 没错 那段时间我过得也不好 我交了三年的男朋友要和我分手 我没地方可住 我最好的朋友不理我 我另外那个最好的朋友表现得非常古怪 因为她什么都不能跟我讲 爱丽丝平静地说 爱玲 恕我直言 我当时精神崩溃了 对 我知道 我记得了 因为你住院之后 我几乎每天都来看你 爱丽丝一言不发 我父母不喜欢我 这么平凡地来看你 跟你成不成功没关系 爱玲继续说道 他们只是觉得你作为朋友不是很地道 还记得出院之后 你跟我说 你要离开都国零几周去休养一下 结果现在看来 你不是要走几周 你是彻底离开了 除了我似乎人人都知道 当然了 你没必要告诉我 我就是个傻子 透支我的银行账户 每天赶公交去医院看你 我想我父母会说 你就是没那么在乎我 爱玲说话时 西蒙捶着头 费利克斯继续注视着他俩 爱丽丝盯着餐桌对面 脸颊上红一阵白一阵 你根本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 爱丽丝说 爱玲笑了 笑声尖锐颤抖 这话我难道不可以原样奉还给你吗 她问 爱丽丝闭上双眼 又睁开 她说 对哦 你是说和你其实根本不喜欢的男的分手了 肯定很难吧 西蒙在桌子另一头说 爱丽丝 爱丽丝继续说 不 你们根本就不明白 不要说教我 你们谁都不了解我的生活 爱玲站起身 任由椅子向后仰去 倒在地板上 然后摔门而出 西蒙坐直了 爱丽丝面无表情地扫了她一眼 去啊 她说 她需要你 我不需要 西蒙回头看她 温和地说 也有例外的时候 不是吗 滚 爱丽丝说 她继续看着她 我知道你很生气 她说 但我觉得你也知道你说的话不是真的 你对我一无所知 她答道 她低头凝视着桌面 似乎将要微笑 她说 好吧 她站起身 离开房间 把门在身后带上 爱丽丝把指尖短暂地放在太阳穴上 仿佛头痛 然后站起身 来到水槽边冲洗酒杯 她说 不能相信人 每次你觉得你可以相信 他们就拿以前的事来伤你 西蒙最恶劣 你知道她哪里有病吗 说真的 她又就是主情节 她从来不要任何人给她东西 以为这样就可以高人一等 而实际上 她过得那么可悲无趣 一个人坐在公寓里告诉自己 她是个多么好的人 我病得很严重的时候 有天晚上给她打电话 她带我去了医院 仅此而已 如今我每次见她 都要听她提一次 她这辈子干了什么 一事无成 我至少还可以说 我给世界带来了些什么 她就接了一次我的电话 从此就以为高我一等了 她到处和精神不稳定的人交朋友 好让自己感觉良好 尤其是女人 尤其是年轻女人 没钱的更好 你知道吗 她比我大六岁 她这辈子干了什么 费利克斯已经很久没说话了 她还坐在凳子上 背靠着墙 慢慢地喝着啤酒 她说 她一事无成 你刚才说过了 我也一事无成 所以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觉得我会在乎 爱丽丝站在料理台前 背对着她 看着她在厨房窗玻璃上映出的影子 她渐渐意识到她在看她 和她四目相对 干嘛 她说 我可不怕你 她垂下目光 她若无其事地笑了一声 她一言不发 她盯着她的背影 又看了几秒 她面色苍白 从立杆架上 拿起一支空酒杯 举了一会儿 然后放手 任她落在瓷砖上 酒杯杯度在地板上 咔嚓一声碎了 杯梗基本完整 一路滚向冰箱 她沉默地观察着它 没有动 她说 你要是想自残的话 那还是算了 你只会演一出闹剧 事后也不会好受 她的手牢牢抵住料理台 双目紧闭 她非常安静地说 别担心 你们在的时候 我是不会做什么的 她抬起眉毛 低头看向啤酒 她说 那我还是再待一会儿好了 她抓住料理台 手指关节凸起发白 她说 我真不觉得 你在乎我的死活 费利克斯 戳了口酒 吞了下去 她说 你这么跟我说话 我该生气的 但生气有什么用呢 你甚至都不是 在跟我讲话 在你心里 你还是在和她说话 爱丽丝在水槽边俯下身 脸埋在手里 她从座位上起身 向她走去 她身都没转就说 你要是过来 我他妈会打你的 费利克斯 我会的 她在桌边停下 她将头埋在手臂里站着 时间就这样在沉默中流逝 最后 她从餐桌后面站起来 拉出一把椅子 瞪腿将瓷砖上的 大块的玻璃碎片推到一边 过了几秒钟 她继续站在水槽边 仿佛没听见她靠近的声音 接着 她看也没看她就坐了下来 她在颤抖 牙齿打着站 她低声声吟道 哦 上帝 我感觉我差点要杀了自己 她已在餐桌上注视着她 她说 嗯 我也有过这种感觉 但我没有这么做 你也不会的 她抬头看她 脸上带着惊恐 后悔 羞残的神情 她说 对 你说的没错 对不起 她对她微微一笑 垂下目光 她说 你不会有事的 顺带一提 我真的在乎你的死活 你非常清楚我在乎 她继续看了她几秒 目光漫无目的地在她的身上 手上 脸上一动 抱歉 她说 我太羞愧了 我以为 我不知道 我以为我开始康复了 很抱歉 她坐在餐桌上 直起身来 她说 没错 你的确在康复 这就是一个小小的 他们管这个叫什么来着 一个小小的发作 你在吃什么药吗 抗抑郁药什么的 她点点头 对 她同情地低头看向坐在椅上的她 真的吗 那你吃她效果还挺不错的 我吃那玩义儿的时候一点信誉都没有 她笑了 她的手在颤抖 仿佛庆幸自己幸免于难 她说 费利克斯 我真不敢相信 刚才我跟你说要打你 我简直像个怪物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真的很对不起 她平静地迎上她的目光 你不想让我靠近你 仅此而已 她说 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你是精神病患 别忘了 她困惑地低头看着自己颤抖的 双手 说 我以为我已经好了 她怂怂间从兜里拿出打火机 她说 其实你还没好 没关系 这个需要时间 她摸着嘴唇 望着她 你什么时候吃的白忧姐 她问 她没抬头看她 答道 去年 我吃了一两个月就停了 我干的事儿 可比摔几支红酒杯要坏多了 相信我 我经常跟人打架 干了不少蠢事 她用拇指刮动着打火机的点火轮 你和你朋友没事的 她说 爱丽丝低头看着大腿 说 我不知道 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友谊属于其中一个远比另一个在乎对方的情况 她拨下按钮 点上火苗 然后松手 你觉得她不在乎你 她问 爱丽丝低头看着大腿 用手抚平裙子 她在乎的 她说 但跟我不一样 她从桌上下来 穿过房间来到后门 一路避开大块的玻璃碎片 她把门敞开 移在门框上 望向潮湿的花园 呼吸着夜间清凉的空气 有一阵她们谁也没说话 爱丽丝站起来 从水槽底下 拿出波及和刷子 开始清扫玻璃 最小的碎片撒得最远 她们落在暖气片底下冰箱和料理台间的缝隙里 在灯光下荧光闪闪 打扫干净后 她把波及里的碎渣倒进一张报纸里 然后包起来扔进了垃圾桶 费利克斯已在门框上 看着外面 她说 你对我也是同样的看法 这点很有意思 居然是一样的 她在屋里听见后 直起身来看向她 什么 她问 她深吸口气 将她呼出后才开口作答 你觉得爱玲 没有你在乎她那么在乎你 她说 对我你也这么觉得 觉得你更在乎 或许这也是为什么你会喜欢我 我猜 我有时候觉得你讨厌你自己 你做的所有事情 没车却搬到这儿来住 和网上随便遇到的人 发生情感纠葛 就好像你想折磨自己 或许你想要谁来折磨你 伤害你 至少这可以解释 你为什么会选中我 因为你觉得我是会做这种事的人 或者会动这种念头 她站在水槽边 没有作声 她缓缓地点点头 好吧 我不会这么做的 她说 如果这是你想要的 那我很抱歉 她轻轻嗓子 补充道 我不认为你喜欢我 比我喜欢你更多 我觉得我们喜欢对方的程度 是金等的 我知道我不是经常在行为举止上 表现出来 但我可以改进 我会努力 我爱你 你知道吗 她听着她说话 脸上露出正正的异样神情 手捧着脸颊 她说 哪怕我是个神经病 她笑了 身体站直 把门在身后关上 没错 她答道 哪怕我们两个都是 西蒙离开厨房后 上楼来到楼梯平台 在爱玲的房门前站了片刻 门后传来刺耳粗重的抽气声 时不时被喘气声打断 她轻轻用手背敲门 里面的动静 戛然而止 嗨 她大声说 是我 我能进来吗 哭泣声再次响起 她打开门走进房间 爱玲侧躺在床上 双膝弓起抵在胸口 一只手插在发间 另一只手遮住双眼 西蒙关上门 来到床侧的枕边坐下 她说 我不敢相信 这就是我的人生 她带着友善的神情 低头看着她 过来 她说 她再次啜泣起来 用手攥住头发 她粗声说 我爱我 她不爱我 我谁都没有 一个也没有 我简直不敢相信 我的这样活下去 我不明白 她将宽阔结实的手 放在她头上 她说 你在说什么呢 我当然爱你 过来 过了一会儿 她恼怒地用手搓了搓脸 一声不吭 然后带着同样的怒气 挪到西蒙身边 把头放在她腿上 脸颊抵着她的膝盖 她说 很好 她皱着眉 手指揉搓着双眼 我毁掉了生命中 一切美好的东西 她说 一切 她的手继续在她发间移动 将她脸上湿漉漉地乱发拨走 她继续说 我毁掉了和爱丽丝的关系 我毁掉了和你的关系 说到这里 她再次抽气起来 拿手遮住眼睛 她的手缓缓地在她的额头和头发上移动 你什么都没毁掉 她说 她没有回应 而是停下来喘了口气 继续说道 昨晚 我们在城里喝酒 她又顿了顿 长吸口气 然后费力地说下去 我生平第一次感到幸福 当时我甚至是这么想的 生平第一次 我感到幸福 有时我觉得活着像在受罚 好像上帝在惩罚我 或者我在惩罚自己 我不知道 因为每当我感到幸福 哪怕只有五分钟 就会有坏事发生 就像那周 我们在你家看电视时那样 我本该知道之后 肯定会有坏事发生 因为当我坐在你家沙发上时 我心里想着 我都记不得上次这么开心 是什么时候了 每当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发生 我的人生就会分崩离析 或许是我的错 或许是我一手造成的 我不知道 艾丹没法忍受我 现在爱丽丝也不能了 你也不能了 西蒙平和的低语道 我可以 爱琳不耐烦地抹去 继续泉涌而出的泪水 她说 我不知道 或许我不是个好人 或许我不怎么为他人着想 我只想着自己 比方说 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知道你比我痛苦 但你从来都不说 你对我总是这么好 一直如此 哪怕现在 也是我在你腿上哭泣 你什么时候在我腿上哭过 不 你从来没有过 她温存地低头看着她 她颧骨上的雀斑 胀得粉红的滚烫耳朵 她说 对 可我们是不一样的人 你也别担心 我并不痛苦 有时候我有些悲伤 但这没关系 她轻轻摇摇头 但并没有把头 从她腿上抬起 但我从没像你照顾我 那样照顾过你 她说 她的拇指 慢慢划过她的颧骨 她答道 这个嘛 或许我不是很擅长 让别人照顾我 她的泪已经止住了 她躺在她腿上 沉默了片刻 然后她问道 为什么 她不自在地笑了 我不知道 她说 别管我了 我们在谈你的事 对吧 她转头抬眼看她 我真希望我们 能谈谈你的事 她说 她低头看着她 沉默了片刻 很抱歉 你觉得上帝在惩罚你 她说 我不认为她会这么做 她又看了她几秒 然后说 那天在火车上 我给爱丽丝发了条信息 说我希望西蒙十年前 向我求婚 她没说话 若有所思的样子 她说 那时你十九岁 你会接受我的求婚吗 她轻轻笑了 耸了耸肩 她的眼睛又烫又肿 她答道 如果我头脑清醒的话 我会接受的 但我不记得 我当时清不清醒了 我认为我会觉得 这非常浪漫 所以可能会同意 我的人生或许会比现在好 你知道吗 至少比我实际得到的好 她点着头 带着自嘲的微笑 有点哀伤的样子 她说 对我来说也会更好 对不起 她握住她的手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 她说 我知道爱丽丝让你很难过 她用拇指摸缩着她的指节 她说 今天早上 在厨房里 费利克斯问我 为什么没早点来看她 我一开始说 那爱丽丝为什么不来看我 她去哪里了 她又不忙 她要是想 完全可以跳上火车来找我 要是她真的这么爱我 她为什么会搬过来 又没人逼她这么做 她好像是故意想让我们很难见到彼此 而现在她又觉得受伤了 说我不在乎她 事实上她才是抛下我的那个 我不想让她走 话音刚落 爱丽又哭起来 脸埋进手中 我不想让她走 她重复道 西蒙抚摸着她的头发 什么也没说 她没有抬头 痛苦地说 求求你别离开我 她将她的一缕头发 礼道而后 喃喃道 不会的 永远不会 当然不会了 她又哭了一两分钟 她安静地在腿上拖着她的头 终于 她在床上坐起来 用袖子把脸擦干 她说 我一直不擅长 让别人照顾我 她虚弱地轻笑一声 说 跟着我学好了 我可是专家 她走神地笑了笑 低头看着大腿 她继续说道 我觉得我是担心绑架别人 我是说 我不想觉得别人做某事 是因为他们以为 我想让他们这么做 或者他们觉得 自己有义务这么做 可能我这么说不是很准确 我并不是从不渴望 获得任何东西 我的确有想要得到的东西 非常想 她打断自己 摇着头 啊 我说不好 她说 她的目光在她脸上移动 她说 西蒙 可是你从来不让我接近你 你懂我意思吗 每当我要靠近你 你就会把我推开 她清了清喉咙 低头看着自己的手 这个我们可以下次再聊 她说 我知道 你在为爱丽丝的事生气 我们不需要现在讨论这个 她皱起眉 眉间怂起细细的褶皱 你又再把我推开了 她说 她露出近乎痛苦的微笑 她说 我才刚刚接受我们之间不可能再发生什么 这并不容易 但某种程度上 这比心理总惦记着好 她心不在焉地用大拇指关节按摩着手掌 她继续说 如果我曾经为你做过什么 其实是为了我自己 因为我想和你亲近 坦白讲 我想要感觉你需要我 你离开我就不行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觉得我好像什么也没说明白 我是说 你为我做的远比我为你做的多 真的 我更需要你 远比你需要我更需要你 她呼出一口气 她沉默地注视着她 她继续失神地说下去 仿佛是在和自己说 或许我不该说这些 这样沟通对我来说很难 她又呼出一口气 几乎像一声叹息 然后用手摸了摸眉毛 她继续看着她 只是聆听 没有开口 她终于抬头看她 说 我知道你很害怕 或许你对我们的友谊 说的那些话都是认真的 你只想和我做朋友 你要是真这么想 我会接受的 但我觉得有可能你这么说 至少在某种程度上 是因为你想让我反驳你的话 就好像我会站出来说 爱琳 求求你 不要这样对我 我一直都爱着你 我不知道没有你 我该怎么活 诸如此类 倒不是说这不是真的 这当然是真的 甚至有可能 当你跟爱丽丝发火 说她不在乎你的时候 我不知道 或许这两件事 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某种层面上 你希望她说 哦 爱琳 可是我非常爱你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问题是你似乎喜欢上的 都是不擅长给你这样答复的人 我是说 任何人都会告诉你 至少费利克斯和我都知道 爱丽丝绝不会做出那样的反应 某种程度上 或许我也一样 如果你说 你不想和我在一起 我可能会觉得很受伤 很羞辱 但我不会祈求你 某种意义上 我其实认为你知道 我不会这么做 但这似乎又带给你一种印象 认为我不爱你 或者我不需要你 就因为我没有给你想要的回应 你其实知道你不会得到这种回应 因为我不是那种会给你这种回应的人 我不知道 我不是在开脱自己 我也不是在开脱爱丽丝 我知道你觉得我老是在为她说话 老是说 我这么做 可能是在为自己说话 因为我在她身上看到了我自己 我替她难过 我能看出她是在将你推开 尽管她其实不想这么做 而且也为此难过 我知道这是什么滋味 听我说 如果你是真心 只想和我做朋友 我理解的 真的 我知道和我相处并不容易 但如果你觉得我可以让你幸福 我希望你能让我试一试 因为这是我人生中唯一想做的事 这时她将双臂 还住她的脖子 转向她 脸贴在她喉咙上 低声说了一句 只有她听得见的话 几分钟后 爱丽丝来到楼梯底部 爱玲从屋里出来 来到平台 在门厅昏暗的灯光下 他们看见彼此 停了下来 爱玲站在楼梯最高处往下看 爱丽丝仰视着她 两人的脸上带着焦虑 戒备 委屈 彼此向对方 在一面昏暗镜子中的影子 苍白的悬挂在空中 时间分秒流逝 然后她们向对方走去 在楼梯中间相遇 相拥在一起 紧紧抱住彼此 双臂牢牢拥住对方的身体 然后爱丽丝说 对不起 对不起 而爱玲说 别道歉 对不起 我不知道 我们为什么要吵架 她们同时笑起来 发出打嗝般的奇特笑声 用手擦干脸上的泪水 说着 我甚至不知道 我们在吵什么 对不起 她们在楼梯上坐下来 筋疲力尽 爱丽丝坐在爱玲底下 那阶楼梯上 两人被抵着墙 你记得上大学时 我们吵了一架 你给我写了一封 很刻薄的信吗 爱玲说 你写在散装纸页上了 我不记得写了什么 但我知道她不是很有好 爱丽丝又发出 打嗝般的微弱笑声 她说 你是我唯一的朋友 你有其他朋友 但我只有你 爱玲拿起她的手 两人食指相扣 她们在楼梯上坐了一会儿 没说话 有时心不在焉地 讲起很久以前发生的事 她们为啥是吵得架 曾经认识的人 一起笑过的事 久远的对话 上演过好多次 然后她们又沉默了一小会儿 爱玲说 我只是希望 一切都能像从前一样 希望我们还是那么年轻 住得很近 一切都没有变 爱丽丝悲哀地微笑着 她问 要是发生了变化 我们还能继续做朋友吗 爱玲用手臂揽过爱丽丝的肩膀 她说 你如果不是我的朋友 我都不知道我是谁了 爱丽丝把脸放在爱玲的手臂上 闭上双眼 的确 她说 我也会不知道我是谁 其实有段时间 我真的不知道 爱玲低头看着爱丽丝 小小地披着金发的脑袋 蹊在她睡袍的袖口上 她说 我也是 现在是凌晨两点半 外面是无尽的夜色 一轮新月滴旋在漆黑的海水之上 海浪重复地拍打着岸边 轻轻带过沙滩 另一个地方 另一个时间 再见